最而小国立陶宛对华又有新动作 据环球时报报道 12月15日 该国驻北京代办处人员及其家属离开北京飞往巴黎 中国与立陶宛的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 离断交紧一铺之遥了 现在立陶宛又撤回了代办处人员及家属 两国关系靠远程运作 说明双边关系微入累卵 只剩一句公开宣誓分手了 立陶宛为何非要死磕中国 非要将中立关系降低到这种程度呢 说到底 立陶宛只是美国的一枚棋子 且这枚棋子飞马飞车 只是一枚马前足罢了 立陶宛是中美俄大国博弈中被美国运用的棋子 按中国向其的规则 过了楚和汉界就身不由主了 只能往前走 不能往后退 至于何时被吃掉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立陶宛撤回驻华待办处人员及家属 是在骑虎南下的情况下 寄出的一招臭旗 拱足 立陶宛实际上已经拱了很多不足了 比如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时期加益机制 本来运行良好 但立陶宛第一个退出 截止目前它也是退出的唯一一个国家 比如立陶宛国防部长号召该国国民 不要购买中国制造的手机 排斥中国华为公司的5G网络建设 比如立陶宛公开派议员访问台湾 并与台湾互设代表处 严重违反两国建交原则 这些恶行都是立陶宛政府 在美国支持或唆使下的拱族步骤 立陶宛自愿充当了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族角色 现在已发展到邀请美国在立陶宛驻军 做美国与中俄对抗的前沿阵地了 当然对于立陶宛的拱族行为 中国给予了坚决反击 将两国关系从大使级降低到代办级 就是外交上的最猛烈反击计划 这是中国首先提出来的 并立即撤回常驻维尔纽斯大使复制行动 随着两国关系降级 其他一些配套措施也跟上了 比如中欧铁路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不设停靠站点 比如中国要求一些跨国公司在中立之间二选一等 这些措施给了立陶宛经济上很重的打击 现在该国的外长与交通部长已主动提出了辞呈 虽未获准 但说明其心理压力之大 而且立陶宛整个行政系统都面临集体辞职的危险 在整个大国博弈的棋局中 足是一个牺牲者的角色 很悲壮 但在未被马炮车这些强兵力气吃掉之前 族就要坚持拱下去 直到死亡 为了鼓励这个小族在做死路上无所畏惧 美国也下了不少本钱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布林给立陶宛戴个高帽 公开称立陶宛是区域民主灯塔 并答应卖给立陶宛武器 与其签署了互惠防务采购协议 其实这只不过是为立陶宛拱足提供的草料罢了 美国的精明之处在于 提供草料也没忘了赚钱 军火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所谓优惠 少赚点钱 伯利多效的策略而已 只是一个诱饵 立陶宛在大国博弈中火中取利 最后的结果就是烧糊了爪子 暂时的洋洋自得只是因为其眼光的短视 中国别的本事没有 但采取必要的措施 敲掉这个小族的本事还是有的 可以预料的是 立陶宛难受的是还在后边 立陶宛为了美国主子安前马后坐了这么多 付出了这么多代价 好像现在也没有获得什么实际利益 反而在欧盟内部落得个里外不是人 所以立陶宛终于憋不住了 向美国开出价码 12月9日 立陶宛总统正式向美国提出邀请 希望美国在立陶宛永久驻军 这个新闻一出 立刻让中国社交媒体炸了锅 网友们都很不理解 都现代社会了 为啥还有一个国家 求着希望自己成为大国的殖民地 还是那句话对于小国而言 面子啥的都是虚的 只有利益才是实打实的 对于立陶宛而言 一旦美国在立陶宛永久驻军有两大好处 其一 牢牢捆绑美国 彻底解决立陶宛焦虑不安的安全问题 其二 美国境外驻军可是出了名的花刹花刹 比如过去在阿富汗的美国驻军不过几千人 但是每年的开销就是几百亿美元 对于立陶宛这样的小国而言 如果能实现让美国永久驻军 其实就是相当于拉来了一批 美国财政供养的人员的永久消费 立陶宛每年的GDP不过五百五十亿美元 哪怕美国泰军每年消费五十亿美元 这就是增加了整整百分之十的GDP啊 这就是立陶宛的小国心机 别给我整那种六亿美元额度虚头巴脑的东西 来点实际的 美军快来撒钱吧 人数越多越好 但是立陶宛的这个要求 美国是很难答应的 一方面 美国国力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已经大为削弱 在东欧方向送点军火还能做到 但是增兵确实没钱了 另一方面 美国在东欧方向煽风点火 就是希望挑动欧盟与俄罗斯对立 自己躲在后面好摘桃子 直接驻军来稳定东欧局势不符合美国利益 但是站在立陶宛的角度 如果这个开架得不到美国的支持 估计在台湾问题上就要打退堂股了 没有实打实的好处 让立陶宛去迎抗中国的压力 立陶宛也不是傻子 这一次反华及先锋外交部长辞职 就为换一任部长为前任擦屁股埋下了伏笔 最后就台湾问题再啰嗦几句 立陶宛事件爆发之后 网络上就有一种急躁的情绪 认为我国太被动了 老是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做文章 连立陶宛这样的小国也来碰瓷 要一劳永逸防止类似事件 就要尽早解决统一的问题 这种认识就犯了方法论的错误 这个世界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两岸及时统一 别人同样也可能拿着台湾来做文章 比较典型的例子 新疆总是中国完全掌握的领土吧 美国还不是无中生有 搞出一个种族灭绝问题来反复恶心你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台湾问题就会发现 台湾问题摆一摆拖一拖也未必是坏事 正是因为两岸统一问题没解决 正是因为美国一直打台湾牌 所以中国理直气壮发展军事力量就没有任何障碍 我们下饺子一样造军舰 航母造了一条又一条 五代机超高音速导弹全面开花 眼看着我国军事力量急剧膨胀 但是美国人渲染中国威胁论 在国际上根本就没有市场 你美国老把军舰天天开到中国家门口搞事 难道还不允许中国发展一点自卫力量 整个全世界同情星都在我们这边 反过来想 如果台湾回归大陆 两岸统一 中国同样如此发展军事力量 国际上会怎么看待我们 和平年代中国人拼命壮大军事力量是想干什么 我们自己觉得中国人民一贯爱好和平 不会去侵略其他国家 但是站在其他国家角度来看 这就是身怀利器 刷新自起 这时恐怕不用美国人渲染中国威胁论 全世界也会对我们侧目以示忌惮提防 那么我们过剩的资本与产能怎么出去 一带一路倡议还能取得今天惊人的成就吗 现在我国企业与个人在境外资产达到8万亿美元 政府境外资产也有8万亿美元 加起来就是16万亿美元 未来这个资产规模还会继续扩大 不建设一支强大的海空力量 怎么保卫我们的海外利益 所以现在的情况从长远来看是最有利的 未来两岸统一了 中国也恰好传出一支强大的海空力量 航母战斗群至少14支 5代机至少几百架 055这样的大区好几十艘 想象一下飘着五星红旗的航母舰队 驶入波斯湾并且经苏伊士运河 进入地中海是啥情景 对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变化有多大影响 真的很期待这一天啊